这个礼拜六就是元宵节了 台中第五市场有一间超人气的鲜肉汤圆店 业者赶紧比平常多备货有五成以因应订单 另外在中区有一间老字号的餐厅 每年到了元宵节的时候 都会请师傅来制作手工元宵 而在台南还有一间是一年只卖五天的滚元宵 在开卖的第一天就涌现了排队人潮 台南限定滚元宵开卖第一天 排队长龙绵延不绝超过上百人 大家都是冲着手工元宵这一位而来 台南这间摊位卖的纯手工滚元宵 一年只卖五天 要是今年没买到只能再等一年 另外在台中中区也有一间经营超过 七十年的老字号餐厅 手工元宵超抢手 一颗颗元宵在竹筛里越滚越大 师傅重复过水沾粉 制作超费工的手工元宵 得来回摇上至少七到八次 这样的元宵口感吃起来 比一般的汤圆更有嚼劲 内行熟客都知道得提前预定 不过今年价格从原本的三百二十元 涨到三百四十元 准备了大概六千到八千盒的数量 那目前已经卖出了四千多盒 今年特别请师傅制作的鲜肉的咸元宵 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年有特别提早三天来制作 就算价格调整 买气还是一样旺 吃甜的元宵当然也要来个咸的 第五市场超人气鲜肉汤圆 搭配铜薄 零点肉燥 热乎乎的喝上一口汤 征服不少老涛的胃 那个馅也好吃 还有那个皮很Q啊 元宵那间订单就好 我八九来了 因应周六的元宵节 业者多备货五成 抢供应景商机 记者潘兴玲 黄志尧 台中台南报导